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花联分署 在8月14号上午11点全国同步举行挂牌典礼 花联分署特别邀请到多位历任处长回来管理 分署长黄勤彻表示 未来会以永续林业生态台湾的理念 来持续维护台湾林业资源还有守护生态环境 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 华联分署8月14号上午11点 全国同步举行挂牌典礼 花联分署长黄勤彻表示 未来会以永续林业生态台湾的理念 持续来维护台湾林业资源和守护生态环境 未来我们改成林业及自然保育署 我们的核心价值就是 永续林业生态台湾 所以我希望说未来在于这样的一个政策之下 我们会持续来推动国有林的一个 国产材的一个推广 然后我们会做一些相关的林业 多人有去发展来照顾这些林农 第二个我们希望说推动 这个国土生态绿色网络 然后让那个山村绿色经济发展的 这些政策真的能落实到部落 然后把我们整个网络给连结 那这些是我对我同仁的一些期许 我们未来还有很远 我们需要一起来努力 才不会辜负前辈或同侪们 或者是各机关给我们的 这些相关的支持与努力 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 花联分署的切牌年里 许多农业部的驻地机关主管 特别到场祝贺 花联分署还特别邀请到 多位立任处长回来管理 共同回顾林业发展的过往历史 也期许在升格为农业部之后 各项业务能够随着时代演进 更加切合现实需求 达成守护林业资源 和生态保育的终极目标 这里会幻市报道